在讲师林贤如的引导下 爷爷奶奶与青年朋友对话 将山海异常与技能特色 转化成日常生活用品 用针线创造出浓历的情谊 这个活动事实上从104年到现在 其实举办非常多的时间 这次高中跟一些资深的 非秀的学员一起合作 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资深的学员 然后再教这些高中生 在做非秀的过程里面 其实是一个所谓的 轻盈合作的一个精彩的火花 那也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 都能让这些青少年 跟这些资深的学员 在这个传统的记忆上 都能到很大的帮助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 这次的基隆市学习行程式 是在以往的经验掌握当中 都非常的出色 那未来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让我们在这一堂课里面 了解爱乡人 他能够在地有一些新的力量的产生 所以我们很高兴 救国团能开办这样的一个 轻盈共学的一个课程 让我们跟奶奶们互动非常有趣 然后在这个课程当中 我们也学到了很多不同基隆 属于基隆的美丽 还有一些基隆不同的特色 像是上个礼拜有提到 一些网美景点 像是地标啊 阿拉宝湾啊等等 都是可以让不同县市的人 跟我们一起探索的地方 然后这周也有做刺秀的活动 也让我们有更多不同手座的机会 把这个经验带回家 跟家人一起分享 配合我们那个雨沙共舞 所以我设计了一个 给学生比较好逢 应景的一个小背带 那我们这次用的 雨服帽来讲呢 把我们基隆的一些特殊的景点 把它勾勒在上面 然后今天的特别 有跟一些年轻人一些对话 那我们的年轻人 跟我们的长辈呢 一起讨论我们基隆的 在地的一些特色 有什么样的点 可以绣在这样一个背带上面 所以今天我们主要呈现的 就是我们的那个 基隆特色一个背带 透过陪伴 创作留下在地最美好的回忆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